同學們好,來看一下台大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要怎麼解它 上面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奇性微分方程式 不過它的係數是常數 只是它的非奇性項比較特別 因為非奇性項不是一般的簡單函數形態的話 我就必須要用參數變換法來解它的特解 我就來解看看,先求一下它的奇性解 奇性解我通常會用符號h當它的下標 我們是由奇性微分方程式找它的奇性解 這是一個定理,為什麼可以拆成兩部分來找答案 這是一個定理,不是隨便可以用的 就是把等候右邊當作0,這個叫奇性微分方程式 由這邊來求所謂的奇性解 好,因為這個奇性微分方程式是係數為常數的狀態 所以我就可以猜測它的答案型態跟自然指數難數有關 好,我把答案猜測它是exponential lambda x 次方 好,帶入上面這個方程式 好,帶到上面的方程式之後 然後,第一項要微分兩遍 微分兩遍會把兩個nm大圍到自然指數數的前面來 然後右邊先寫定 好,第二項微分一遍,乘上前面的2還有減掉它 好,微分一遍會產生一個nm大圍到前面來 最後一項不用微分 但是因為提出來同類項之後 瓜瓜裡面又留下1 好,兩部分相成為0的問題我們判斷一下 因為我所討論的答案是 奇性解的答案是 自然指數難數這個形態的答案 這個形態的答案 第一個,函數本身只能逼近0,不能等於0 第二個判斷是說 通常我們要找到非0的答案 非0的答案才是我真正有興趣的 0雖然是答案 各位同學,上面這個奇性為分 方程式你把0帶進來是有滿足它 但是通常我不喜歡有0的答案 光是0的答案不夠 我喜歡的是非0的答案 帶進來還是滿足它,但是不是0 意思是說我假設答案不希望它是0 那只好讓前面這個瓜瓜的相似為0 前面這個瓜瓜的相似為0稱作 特徵方程式 從特徵方程式裡面可以找到 特徵根nambda 那我們看到的特徵根是重根 我現在看到兩個特徵根都是1 因為重根的狀況發生了 所以我必須要把我的答案修正一下 各位同學,這個修正的原則 我們這邊不去證明它 這是一個定理的,就直接用 好,nambda 1是x次方 第二個nambda 進來還是x次方,沒錯 只是要修正它一下 修正的方法是,這可以證明的 修正的方法是多乘上的自變數x 然後再利用重點原理 因為這個是線性又齊性 線性又齊性的微分方程式 它的答案是可以疊加起來的 就是希望乘上第一個答案 加上7度乘上第二個答案 這叫重點原理的應用 我已經找完奇性解了 後面來找一下非奇性解YP 各位同學,這個非奇性解YP 要由原來的方程式來找 也可以稱作是特解的一種 所以下標P給它 P是particular Solution的一個縮寫 P開頭的particular Solution 拿P來用的意思 各位同學,我們由三數變換法 各位同學,這個三數變換法 你要去看一下我其他單元的說明 也不會有證明過 參數變換法是怎麼一回事 每個公式的運用 最好能夠知道它的來源是什麼 不然的話有時候會用錯 由參數變換法之 知道什麼呢? 知道說我在算YP的過程中 我可以藉著調整YYY2的關係 做一些積分 這有一個分母的RUNSKIN 分子的話就R乘上W1 各位同學要去知道代號背後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又說 再加上Y2乘上另外一個積分式 另外積分式分母都一樣 是YYY2的RUNSKIN 但是分子呢 分子是稍微調整一下 W1變W2 好,那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些代號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以分母的RUNSKIN來說的話 這是Y1Y2的RUNSKIN 文章的寫法是 這個RUNSKIN跟Y1Y2有關 那誰是Y1,誰是Y2呢? 跟這邊的答案有關係 就這個我把它當作Y1 後面那個把它當作Y2 那同學問我說為什麼為什麼 那你問我為什麼的話 就是要去看一下 我在別的單元的證明 就同學要去看一下那個公式的由來 是怎麼證明出來的 我就把Y1Y2拿來用一下 這個RUNSKIN的應用就可以了 它是第一列放Y1Y2 然後第二列放它們的一次微分 然後我剛剛已經跟同學說過 Y1的話是expX2 Y2的話是x乘上expX2 第二列要微分 微分一次指數元素還是指數元素 但是後面那個要用兩次數相乘的微分法則 告訴我說一個微分前面一個微分後面 最後再把它相加 微分前面的時候得到1 再乘上指數元素 微分後面的時候 還是後面這個寫法 它要乘上x 所以是1加x 再乘上expX2 然後交叉相乘再相減 1加上x 乘上exp2x 再減掉另外一個是x乘上exp2x 所以不會留下exp2x 分模已經找到了 下一個問題是 那R是多少 這個R我也強調一下 它跟x有關 而這個R在估算判斷的時候 你一定要控制一下 它的第一項係數是不是1 這個是R 飛騎性向R 但是判斷這個R的過程中 要判斷第一項係數是1嗎 現在是 現在是的話 那R就是那個 飛騎性向的那個寫法 expX4 再乘上natural log x 好 還有分子裡面的W1W2 那W1是什麼呢 W1就是換掉第一行 變成0跟1 其他不動 剛剛有Y2Y2'拿來用 就x乘上expX4 底下是1加上x 再乘上expX4 好 這個拿來用一下 加上相乘再相減 負的x乘上expX4 好 W1算出來了 那W2也差不多 好 W2的算法 就是把第二行換成0跟1 然後留下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Y1跟Y1微分 好 那就是expX4 再微分還是expX4 然後加上相乘再相減的話 就這方面有值 另外一項是0 好 如果學我已經把那個YP 都寫在旁邊了 那就把YP拿來用 好 我這個YP對應的相次 把它拿來用一下 前面先寫Y1 Y1是expX4 乘上一個積分式 積分式裡面有分母 好 還有分子 分子就是R乘上W1 好 R乘上W1 這兩個要相乘 好 expX4 這兩個有指數元素 有一個-X 所以是-X 乘上指數元素的2X4 兩個指數元素相乘 再乘上Nature log X 好 積分它 好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Y2 Y2在這 Y2 X乘上expX4 再乘上一個類似的積分式 好 分母都一樣 好 分子的話就是R乘上W2 好 就指數元素有兩個要乘在一起 變成指數元素的2X4 再乘上那個R旁邊還有一個Nature log X 好 然後G1分它 好 各位學我已經把關鍵的都寫在上面 就剛剛算過的過程中的一些答案 一些那個像每一個符號背後所代表的意都已經算出來給同學們看的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順利完成我需要的討論了 就積分是什麼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 有一些可以抵消掉的先抵消掉 好 然後我先討論後面那個相似好了 後面那個相似看起來比較容易 後面這個積分式 後面這個積分式 我在思考它的答案的過程中 我要用分布積分的概念 Integration by Parts的概念 好 各位學那個Integration by Parts說了 U比V 會等於UV 減掉V比U 就這個 好 我用這個概念 好 那還是那句話 就各同學每個公司背後有一些推導 那些推導要去認識一下 那個很容易的一個推導 好 我就U當作Nature Love X V當作X U跟V 好 U的話是Nature Love X 好 V的話是X 好 減掉UV對調 好 V放裡面 U放後面 好 然後 後面那項可以再整一下 先寫前面的 好 那個Nature Love的函數 它的微小變化量會是多少呢 那項就是X分之1比X 好 那有些同學看不太懂 我在旁邊解釋一下 就各同學 你看到Nature Love X的微小變化量是什麼的時候 你要這樣想 你要先把它拿來對X微分 再乘上X的微小變化量 好 Nature Love函數的微分 它是X分之1 好 所以它是X分之1 再乘上比X 就這一個 好 那X跟X一個再分子一個再分母 所以積分式剩下1而已 1對X積分那就是X 好 個人覺得我已經處理完後面的 那再看前面的 好 好 前面的部分 好 前面的部分 只有留下X乘上Nature Log X 要積分它 就這個 好 這個像是積分 我要這樣想 我要把那個X跟底X合併 好 所以變成負的 裡面留下Nature Log X 然後把X跟底X合併 所以變成 底2分之X平方 好 還是那句話就是 同學如果看不太懂我在幹嘛的話 我再解釋一下 就是2分之X平方 你要問它跟原來的關係是有沒有對應 就X比X有沒有對應到它 你就是先把它拿來對X微分 再乘上X的微小變化量 好 那2分之X平方對X微分不就是X嗎 所以它會變成X比X 好 那有對應到原來的 好 所以這個寫法是對的 好 再來就是 Integration by Parts 再用一遍 好 Nature Log X就是這個U 2分之X平方就是這個V 好 我們是說 U乘上V 好 那減掉UV對調 V放裡面 U放後面 好 然後後面這項 又可以用一下剛剛推過的結論 後面這項就是X分之1比X 剛剛推過了 好 在這 好 那所以這個積分式又可以寫成 前面是2分之1的X平方 Nature Log X 後面呢 好 後面這個有一個分母的X跟分子的X可以抵消掉 所以剩下2分之1對X幾分 所以像是最外面還有一個負號 好 最後就做整理 YP已經算出來了 只是要做一點整理 好 各種學有算出來的特解 好 前面有一個Exponential的X四方 剛剛這一堆外面有一個負號 好 好 那個負號我現在把它拿進來用 負的2分之1 乘上X平方 乘上Mature Log X 好 再加上4分之X平方 好 第一項乘後面的積分式在這 好 再加上X 寫第二行好了 好 再加上X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去乘上積分式 好 積分式就是這個 好 積分式的結果是X乘上Mature Log X 減掉X 好 各種學一定有同類項 可以組合 合併組合它 好 那我們就觀察一下 有Nature Log X的 大家都有乘上指數元素 也都乘上X平方 一個是負二分之一個正一 所以應該是 正的二分之一 乘上X平方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再乘上Nature Log X 好 後面那一項呢 後面那一項的話 一個是正四分之一個是負一 所以再加減 再減掉四分之三 乘上X平方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好 兩個要加在一起才是通解 而通解為 各種學要留意一下通解是誰 通解為 Y等於YH加YP Y等於剛剛這個C1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再加上C2X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要再加這兩個 一個是二分之一的X平方 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Nature Log X 再減掉四分之三 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再乘上Exponential的X四方 同學們 我現在算出來的這個答案 應該是OK 不過還是要稍微提醒一下 最好有點檢查 因為有很多地方不是整數 所以同學要稍微再檢查一下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